Hello 大家好 內地計劃開放和立法規管無人駕駛 加上百度旗下的全自動無人駕駛的士羅伯快跑 有好消息 在武漢商業模式莫初步成功 所以刺激股價上星期急升 但今日有內地媒體傳出 無人的士實質是遠端代價 就像打機一樣有人駕駛在後台上 內地媒體報導指 在百度無人駕駛實驗基地 有雲代價員在雲端代價倉進行遠端實時控制 就像我們打機一樣 駕駛有螢幕組觀察汽車360度的狀況 並且配備有軚盤、波棍和迫力控制車輛 因此有指羅伯快跑的全自動駕駛實質遠端代價 報導羅伯快跑客服回應時 為確保安全部分車輛會有安全隨行員 實行全自動駕駛會有行車專員 在後台進行實時監控 如無人車出現未能解決問題 可以即時提供協助 實際上據交通部試行規定 從事出租汽車客運的全自動駕駛汽車 可以用遠端安全源 而安全源和車輛的比例不得低於1比3 即是三部車有一個安全源負責看著 百度旗下的羅伯快跑 在內地繼落地北京、上海、深圳、武漢之後 最新版圖已拓展至廣州 目前以武漢最為成功 計劃在2024年即今年 將會實現武漢全程覆蓋 並投入1000架第六代兩產無人車去營運 預計今年底在武漢實現收支平衡 2025年實現盈利 不過由於收費低 所以被指搶了的士司機的飯碗 而請這些車限速多數每小時 只行40至60公里 所以不適合趕時間的乘客 有些人覺得未必很安全 可能未必敢坐 不過的士司機不喜歡 覺得這些無人駕駛的士 搶了他們飯碗 令他們分分鐘失業 不過有些網民看了一段影片 覺得其實都不是名副其實的無人駕駛 在後台其實都有人看著 好,這集看到先 記得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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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